本视频由30多万化妆品成分查询 都不衔接的美丽新型APP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这是马丁 然后今天我跟大家讲的就是 也是另外一个review了 是关于血基因的水乳系列 然后它的美白效果和一些成分的小科普吧 不能说是很严谨的科普 只能说是简单说明一下 然后因为我之前一直在使用 倩碧双管蛋白进化 也就是我上一个review的视频里面提到的那个 然后我在配合这个血基因的水乳使用 然后我觉得效果非常好 所以我在这里会着重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水乳的推荐 还要给它拔草一下 给大家拔草一下 雪基金他们家其他一些我觉得不太好运的东西 首先从水开始说起 雪基金的这个水是比较便宜大碗的这种 这个血水它是含有酒精含量比较高 就是雪基金他们家 其实我就觉得如果你就是酒量不太够的话 就最好不要尝试 因为他们家基本上就是像乳液水或者是金黄 他们也有金黄吗 就是乳液水面膜里面全部都添加了酒精 作为一个溶剂和一个促剩剂 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就是对酒精的过敏 或者是敏感性皮肤的话 就整个牌子你最好都不要设计了 就不要去尝试了 就可以直接拔草 然后这款是很多人推荐是湿肤 然后我个人来说是 反正我是表明立场 我不赞同就是我不提上那个湿肤法 因为过度水和和一些 就是皮肤过度水和 你平常做一些湿肤的时候 就是把皮肤那个的那个角质给破坏掉 就是皮肤的一些皮肤保护屏障给破坏掉 就是过度的敏水膜的话 但是其实偶尔敏一下还可以 但是很多人掌握不好那个度 那我就觉得你要是自己掌握不好度 那你就不如直接去做一些 比如说什么一些面膜 或者是直接用一些就是好一点的面膜 反而比敷水膜 就是你天天敷 其实那个支出和一个星期 敷那么一次面膜 其实我觉得也差不了多少 然后我画出来这么多 这个呢就是因为 我为什么画这么多呢 因为这个血基金这个血水 有很多人说它的正确用法 是去湿肤 然后就真的 我就真的很无语 其实它的正确用法绝对不 不管它的正确用法是什么 它都绝对不可能去湿 是天天湿肤 因为就算是一般的水 你天天湿肤 也很容易造成那个皮肤屏障 被破坏 然后它又本身就是有个 酒精含量又不怎么低的一个产品 然后你还天天去试敷 那样的话 就是对皮肤我觉得 刺激性有点大 就是如果你不是特别耐受的皮肤的话 肯定会出问题的 然后你们其实可以看到它的质体 我这个就不给你们展示颜色了 反正就是 就是一个非常清 就是清透的质体 它没有那种 有的保湿类型的水啊 就比较粘粘的嘛 这个完全没有 其实 他们家酒精的话我觉得 因为我个人来说是油皮厚皮 然后 其实不算太厚了 就是油皮正常的皮肤内容 就正常的油皮 然后 我个人来说的话 是完全可以厚得住的 他们家酒精 就是 虽然说是有酒精在里面 但是它的那个工艺比较好一点 像日系一些化妆 化妆品 护肤品 它其实里面酒精加的蛮重的 但是 就也没有一些非常 就是严重的过敏 就是因为 他们的工艺比较高端一些 可能说是 然后 这个的话 它的效果 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 直白一点 跟大家说就是 我是之前用那个双管 那个美白精华吧 然后 本来是慢慢的 我那个豆瘾 我感觉就是 有慢慢在变烂 就是平常化妆的时候 擦那个 遮瑕的东西 就不用擦那么多 就可以 很好的盖住了 然后 后来面变得比较明显 就是因为 我用了 这个水加 我用了这个水加 这个乳之后 就是搭配那个 精华一块用的时候 就是 我到现在的话 我之前的底妆 就是很多都需要扔了 因为那个粉底色号 已经不太适合我了 就是已经白了一个色号 就是 它的效果很明显 当然可能 只是对我的效果明显 但是我还是想要推荐给大家 另外就是 这个东西 它只是 我觉得它真的只能 如果作为爽浮水的话 偏 就是 美白效果 偏很多 就是它那个 保湿的话 就真的 做了一点都 不到位了 但是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 我是到了 冬天的话 皮肤还会有一点点油的那种 特别是进了空间放的时候 皮肤那种 就是狂出油那种 所以 我个人来说保湿 我反而还没有控油看得中 但是这个用了之后 就会感觉有点干干的之类的 然后加乳液之后 才会比较 舒服 就是 这个一点 就是它的 保湿 其实没有那么好 就是一个美白的效果非常显著 你可以 其实可以 就是买一瓶之后 就是你挑早上用或者晚上用 这样也可以 就是 这样的话是可以 就是按我之前那个 分食互附的方法 所以就是它的血基金的血水 这个东西它的主要的 起美白作用的成就算 就是干草酸二甲 然后其他的成本 我待会会把它打出来 就是我在那个 美丽顺序上查到的 然后你们也可以自己去看 或者是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其他人的评价 就是这个东西 是血水 其实我很推荐 但是如果你是 对于 就是我个人来说 就是对于 如果你是一个油皮 有痘印 然后皮肤不是很敏感的话 你可以尝试一下它 技术师 就是像正常的化妆水一样 使用它 你不要去用它湿敷啊 或者是什么那样的话 比较容易适得起反 可能反而使你的皮肤变得更糟 顺便一提 就是我用了这两个之后 就是皮肤变得稳定了 然后就是没有怎么再出过痘痘 对 我有两个月没有长痘痘了 已经 就是因为我有 虽然你之前痘痘控制很好 但是如果我去吃一些什么 比较上火的东西 还是会长一点一小 一颗小痘痘 但是用了这两个之后 那个皮肤很稳定 然后这个就是 雪鸡精的一个乳液 它上面是标明了有药用的 就是我刚才两个都是标明了有药用的 雪鸡精的 然后这个是我认为很适合油皮的一个乳液 就是它是一个很稀很稀的质地 然后也是添加了酒精 就是真正抹开一下 然后一下子就收掉 这也是添加了酒精 然后上面方面 反正它们家都是一个位的 然后这个是添加了酒精的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没有什么特别说的 主要是它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很好用 如果单用的话 我觉得反倒不如一些其他大牌的 一些单品的乳液 然后这个里面加入了一些抗炎的提取物 还有加入了一些VC之类的 来作为一个美白的作用 就是我就雪鸡精 它们家就是整个一个概念是很清晰的 就是美白 就是它们家基本上所有的东西 你查成分 发现就是一定会有一些东西在起着美白作用 当然因为现在很提上一些鸡尾酒配方之类的 就是每一种功能的配方都加一点点 然后就会 就会在宣传上面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 然后雪鸡精这个我觉得就是比较朴实一点 就是它可能在美白方面 真的下了很大功夫 然后你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美白效果 然后它那个保湿的话 就我觉得就是如果对于干皮来说 就是一个地域 然后就是干皮就完全不用考虑它们家的东西 完全不用考虑 然后就是对于油皮来说就很好 就是因为它 因为它不油 然后就是 保湿啊什么封闭器之类的加的没有那么多 然后效果就是保湿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 对于有干皮来说没有那么好 但是对于油皮来说已经足够了 然后它的美白效果也很好 然后价格也很便宜 价格真的是算比较适合的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适合推荐给油皮 有痘印的人使用的一个产品线吧 当然我个人来说它们家最推荐的 我就这两样东西 一个水一个乳 然后剩下的我就开始吐槽了 就是你们之前看到我的微博上面有说过 我使用它们家的面膜 因为水和乳虽然有酒精 但是它们的浓度没有面膜那么高 一般来说面膜的话它起了一个效果 就是比较即时性的 一般来说面膜通常它的面膜液的那个浓度 就会比水或者是乳里面的那个要高嘛 然后它们家那个面膜就是感觉像是用耳朵头在做水膜一样 就是整个就是一股酒气然后铺在脸上 然后我觉得效果是有 但是我觉得一它价格不是特别便宜 二使用效果使用起来的感受特别的不好 它的面膜值特别的厚 然后酒精的味道也很重 它不是承受能力就是味道太重了 因为你面膜一直贴着 就感觉是一直在蓄你的鼻子 所以我特别讨厌使用那个东西 如果你比较在意这个东西的话 我就在这给大家拔个草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家的那个截面产品 就是效果就是喜感都是不怎么好 所以这一期主要就是讲的这个血鸡精的这个牌子 然后给大家安利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 美白的一个水乳的搭配 然后因为我之前因为考试很久没有更新了 所以有很多人催了就觉得让大家等了很久也是挺那个的 所以在这里也就是祝大家新年快乐 当然我新年之前我也会尽力更新了 寒假我有空的话会尽力更新 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2016年谢谢大家的陪伴 然后17年的话我也会继续做一个UP主 然后分享我关于时尚护肤美妆之类的经验的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话记得关注我的微博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I'll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他回来 说了 期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